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我會把遠端的部分分享畫面 OK 那接下來我們來開始看一下這個 上個禮拜的部分一樣就是會放在教學論壇裡面這個連結 點擊進來之後 理論上會看到這邊有一個 就是上個禮拜第一次啦那如果今天的話會反而往下加就對了 那裡面的話會有一個那個 連結這個就是YouTube連結那點擊進來當然 這個清單就上禮拜上課的部分 那原則上我大概重點回顧一下第一個當然我們就是把那個 開發環境 至少把它 這個設置起來 那 當然那個開發Python的部分 目前來說開發環境至少10種以上 至少10種還要更多OK 那只是說哪一個開發的環境比較簡單 所以這裡的話當然 我們講究的就是說 至少不要太多的設定的流程 然後檔案也不要太大 OK 所以我就想到說用那個Spider Spider其實目前 然後我就弄了一個人包 所以你只要把那個雲端上面那個 Python384下載 解壓縮到低疊啦 原則上我是設置到低疊 當然如果你要放在C疊或其他指疊 就是修改一下那個路徑設定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呢很快呢我們就可以把Spider打開 所以這個大概上禮拜有講到了 那打開之後的話 原則上它 就會長這樣 那你要設定的話我主要設定幾個 不外乎就是說把它的語言 如果說你覺得英文版 這個不太習慣 它有提供中文版 只是說是簡體的 OK 另外的話呢底色 我自己習慣是 用那個白底 黑字啦 不過好像根據那個 好像那個眼科專醫師講 好像黑底 橘字是最 不傷眼睛的 不過因為我自己習慣像在那個 Excel VBA裡面 其實它就白底 然後像這個彩色的字 所以有時候是習慣問題啦 那就 習慣了我就用原來的方式 所以上個禮拜講了兩個設定 一個是語系的部分 一個是那個底色的部分 然後呢設定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重新打開 它這個RUN的時候呢有時候會RUN的比較久一些些啦 不過倒也還好 你把它打開之後的話那就可以開始 撰寫我們的程式了 那上個禮拜的話呢 我們已經寫了幾個程式 包含就是說呢 簡單的像 就是形態的轉換 那因為在那個 Python裡面 最常用到的不外乎就文字 不外乎就數字 大概這兩個是用最多 那數字裡面還包含有沒有小數點 所謂的浮點 OK 所以基本上就三種啦 那如果要互相轉換的話 如果你要轉成文字的話 就後面加一個STR 那整數INT嘛 如果有小數點的話就float 大致上是這樣子 另外的話我們講了有關那個算數運算值 包含加減乘除 然後呢如果你要平方的話就乘乘 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要什麼 求余數的話就百分比 OK 那如果除除的話 就是除完之後 的整數 不要小數點 大致上這樣 那是上禮拜 脫衣資源的話就是 比較常用的像換行 換行的話就是什麼 還記得吧 如果要換行就是什麼 反斜線N 有沒有 OK這個還蠻常用到的 如果你要加什麼加雙引號就是反斜線雙引號 那為什麼你想說為什麼要前面加一個 反斜線 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資源已經被程式用掉了 那如果說你還在加這個當然會 衝突嘛 OK所以呢 加一個反斜線有點像什麼 辨識說他就是一個資源 而不是一個 這個程式的一個符號 那其他還有像什麼 關係運算值 包含什麼呢 比較嘛 有沒有 比較大於 等於 小於 那等於的話就別注意喔 等於在Python裡面就兩個等號 兩邊比較 那不等於的話記得喔 金碳號等於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後我們有講了一個 判斷是否成年的 然後還有什麼判斷是不是壯年啊等等的 大致上我們上個禮拜只要講到這裡 那今天的話呢 接著我們繼續來看喔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雲端白板裡面 一樣嘛 這個有點像我們雲端的講義 那今天的話呢就是繼續來看那個 這個所謂的第幾個單元 第二個單元 OK 上個禮拜是第1個單元 第一個單元 然後第2個單元 第2個單元還有一個 小的練習還沒做完 就是BMI 所以你就把第2個單元打開之後的話 上個禮拜的東西 基本上都在這裡 所以請各位自行再參考一下 然後再來的話 往下卷動 所以喔特別注意那個上個禮拜的有一些題目 包含那個 年齡的部分 假如說那個年齡 你假設說寫的過程當中發生錯誤的話 其實可以參考一下那個雲端 白板上面的第6頁 這邊有頁嘛 第6頁 那其實就是這一段 那假設說你自己寫的 好 錯誤發生的話 有個方法 比對一下就好 要不就怎麼樣 看一下 要不就是什麼 你複製貼過去 或者貼到下面也可以嘛 兩邊比一下 那我是建議啦 因為程式有時候 最麻煩的地方就是 寫錯 那寫錯有時候光找 錯誤有時候找半天 所以我建議各位就是如果你要除錯 有時候乾脆找 把那個正確的拿來貼過來 比一下 馬上就有答案了啦 那我是建議喔 盡量不要浪費時間 在那邊鑽牛角尖 對了就對了 OK 那因為你鑽牛角尖 像有些 有些同學一直試啊 反正試個 其實太浪費 我不建議你們在那邊亂試 一定要記得正確的就好了 不要一直 想說 是錯誤的方法 然後最後跑來問我說 老師為什麼我 怎麼怎麼樣 為什麼不行 我有時候覺得說 你為什麼不去 想那個 正確的就好了 你一直去想那個 錯誤的 那你永遠都會發生錯誤 那程式是這樣子 程式是非常非常需要完全正確的 也就一定要100分 所以盡量啦 假設以後你要寫程式 很愉快的話 盡量去 想一些方法 讓你的程式 不要寫錯就好了 這樣就OK啦 你就寫得很愉快啊 像我寫程式就這樣 錯的永遠不要記得 那些壞習慣把它改掉 以後就這樣就OK了 哪怕說有些同學說 老師那是不是我以後用 用什麼 複製貼上 再來 什麼 再來 這個模擬 可不可以啊 反正都OK 我覺得有時候 每個人對於寫程式 的習慣一定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一定要自己找出一個方法 那個方法就是 讓你不要寫錯程式 那就是好方法 那至於說 哪個方法最好 其實真的每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我有時候 不 給你們出主意 反正你只要有想到方法 程式 不寫錯 就OK了 那所以啦為什麼我會把一些東西放在雲端上面或者放成影片 因為我發現 後來發現 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有標準答案就好 第二個的話因為影像影片的話它是連貫的 所以你只要按照步驟step step做 保證不會錯 就連我自己啦 像我多年前寫的東西我都忘光了 所以有時候我把多年前的影片 拍的影片上課錄的或者是 有時候會把工作上的動作錄下來 然後呢我重新再看過一遍就OK了 我就不用在那邊猜想說 到底我那時候怎麼寫怎麼寫的 而且喔 真的省掉很多的時間 其實我不只是說啦 那個 寫程式這樣做啦 有的時候光 什麼修理機器也是一樣 有沒有有時候我們在修理機器喔 你修了會了之後喔 你如果不把它寄下來拍個照喔 說真的你下一次 你根本不可能 就是會想到說以前要怎麼修 有些東西喔 只要 那個訣竅對了 馬上那個東西就修好了 也許啦 有這個經驗的話大概就比較清楚 那底下的話我有放那個就是 這個跟Excel VBA做比較 那各位可以發現喔 如果兩者比較之下 你會發現其實還蠻像的喔 也就是說其實Python跟VBA 我覺得大體上 差異不大 只是說有些地方寫的那個 語法稍微不同 你會發現上面的寫法 就是什麼 if 然後第一個條件 後面加一個冒號 可是在VBA裡面的話就是多一個 他就是後面冒號改成rem而已 OK 啊底下一樣縮排 那在那個VBA裡面喔 在Python裡面是 alif 可是你會發現喔 在VBA裡面叫l加se 那其實差不多啦 只是說語法不太一樣喔 另外的話呢 結尾的部分喔 在VBA有加endf 其他都一樣 OK所以喔 假如說你要溢於兩次的話 那最好怎麼樣 兩邊 都熟悉一下 那以後不管你寫什麼啦 其實以前寫java還是這樣啦 寫c 其實我覺得很多東西根本都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他規則不太一樣而已 喔 這個 還是 那個冒號好像是 像這個 葉譜什麼 我一按 它就自動會產生 它會 自動會產生這個冒號 如果自動產生那更好 但是 像那個Edge等英 英特的那個整 整數那個就不會 喔所以有的時候他那個 他那個編輯器喔 會幫你 但有些不會 所以有時候要習慣那個編輯器 而且不同的編輯器喔 他幫忙的地方也都不一樣 喔當然 我們 這個就輔助啦 如果沒有輔助變成自己打 自己知道比較重要 好那再來的話我們今天喔 就接著來看另外一道題目 就BMI 假如說我今天喔 也許要不然你們就先Google一下 打一個BMI好了 那我其實是 取那個BMI的第一個 第一個連結 他其實就是一個 簡單的計算公式吧 就計算什麼 計算一個人到底他的那個 這個他的什麼呢 應該算是他的 身體的脂肪的那個吧 就是說 肥胖的指數吧 所以呢 他基本上呢就是輸入一個身高 再輸入一個體重 然後最後告訴我BMI 那BMI部分的話當然喔 我們就可以來判斷說他的BMI 到底是 過輕 還是正常 還是異常 異常的話他分成有四種嘛 所以假如說我今天希望喔 做一個類似的程式 這個程式的部分的話喔 就是 可以幫我做出什麼 做出 當我這個這個地方最後的結果類似這樣 當我請輸入身高 就輸入了 請輸入體重 我也輸入了 最後呢得到的結果 所以輸入是一個 兩個 輸出的話 是這樣子 BMI 前後要有什麼 雙引號 冒號 那得到的 BMI結果喔 我希望取到小順點的 這個第2位 OK 小順點第2位怎麼取 另外這邊要換行 換行的話還記得吧 反斜線N 然後 平與冒號 這個結果 到底是 過輕 正常 還是過重 等等的 那這個地方喔 該怎麼做 好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這個的話 程式在底下 所以先了解一下邏輯 待會我們 再來看這一題 OK 那把畫面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好 好